今天時間看來不來得及 如果來不及的話再開個頭 接下來就是把剛剛的東西融會貫通 解決剛剛的問題 手機怎麼串 第一個等於什麼 雙引號09 雙引號先給他一個文字 AND什麼呢 電信業者0911 當然你可以先打勾 你不用說全部打完再打勾 你可以先打勾看看 他出現0911 不過有些可能他打勾之後變911 為什麼 因為他會把它當數字來處理 0會幫你去掉 所以不用覺得訝異 AND什麼呢 AND那個減的符號 minus符號 然後呢 再AND什麼呢 也許是區 也許AND 再一個什麼 minus符號 所以再一個雙引號 然後再AND 再一個這個 不過這個做完之後你會發現 缺0 缺0 所以怎麼辦呢 回頭在這邊看一下 把這個 趨勢這一段拿掉一下 AND什麼呢 我要重複幾個零 那重複幾個零是根據什麼來的呢 根據他假設兩個字 要補幾個 一個 他一個字 要補幾個 補兩個 也就是他們兩個加起來都是3 加起來都是3 那如果完全沒有 沒有0的話呢 沒有 那就是補三個 加起來還是3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3去減掉 儲存格裡面的長度 就可以知道要補幾個了 OK 所以是公式 那怎麼做 AND後面呢 記得從這邊加repeat 什麼東西呢 補0 記得前後要加雙以後 幾次 用3 減掉 這個的長度 用LEN 剛剛有用過 刮弧 他的長度 有沒有 那3減掉 他的長度是2 回來是1 而且是數字的1 所以他會重複一個0 按確定 好 0911 減 0 然後呢 再來 後面補上什麼 AND 他原來的區碼 打勾 084 那後面這個一樣 其實你會發現 跟剛剛的區碼很像 差別只是說 他的儲存格位置不一樣 所以聰明的做法應該是 把這邊有沒有 誒 乾脆什麼 包含AND有沒有 Ctrl C 做什麼呢 Ctrl V 把這邊改成什麼呢 H4 這邊改成 H4 再打勾 做完了 可以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吧 這個AND到這邊 特別到這邊 其實跟後面H4 它規則是一樣的 所以乾脆就拿來複製貼過去就好了 當然你要重新再打一遍 我也不反對 不過在效率上面一定是比較差 而且 一樣的東西你就不用再重做了 因為你已經對了 你就是直接就複製對了 那記得只是改那個 H4 H4 打勾 向下填滿 問題解決 OK 這是用REPT加LEN的這種邏輯所做出來的 因為這個解法是某電信公司他們內部資訊主管所要求的這樣的解法 不過後來我發現其實這樣的解法有點太複雜了 其實還是有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後來我就想到 其實在 也是一樣 我們在那個 插入函數裡面 文字函數裡面 其實有一個函數 我有看到其實更簡單 叫Test Test裡面 就是將指定的數值 轉換成文字 數字轉文字過程當中 後面你可以加一個FormatTest 那所謂FormatTest 就是在格式化 也就是如果84是84 轉成數字的時候你可以變084 那Format就是3碼 所以3碼就是000 那這樣就簡單多了 如果你要4碼就0000 所以以後你要什麼規則 你可以用這個函數來做就好了 所以當然方法2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講方法1 方法2的話呢 其實你只要把原來的這個後面的東西刪掉一下 然後呢 end一樣end 留下end end什麼呢 Test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找其他函數 因為這個是最近有使用到 其他函數裡面一樣找文字的Test Test裡面找value 就是它的區碼 後面記得Format呢 003個0就可以了 它就會幫你把84 變084 這樣應該比較簡單一些些吧 那當然還有更多啦 如果說你想要對Test函數 你說它還可以格式更多 像日期 時間 還有像貨幣 或是像千分位符號啦 數字這些都可以 但是裡面怎麼做有更多詳細規則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點擊下面那個函數說明 它有一些相關說明 按確定之後 然後 084 那後面這個 如果說第二個方法就是 Ctrl C 一樣吧 Ctrl V 把這個 改成 H4 打勾 OK 點兩下 大功告成 所以有兩種方法 那基本上 第二個方法 會優於第一個方法 OK 那 最後做完 如果你擔心 你可能會打 輸入有問題的話 不用擔心 上面這邊都有答案 在這裡 這個是方法2 方法1 如果你做錯了 比一下 OK 就有答案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慢慢習慣 雲端上面都有答案 所以 也不用擔心 但是 最重要還是要try一下 你反正就是盡量去嘗試 錯誤的沒關係 你從錯誤裡面 你就會學習進步 那些東西都是細節 反正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 即便再複雜的事情 都可以很快的解決掉 最重要是穩 然後 該錯的事情 就會很容易迎刃而解了 OK 那越複雜的事情 越需要按部就班的 一個 一個的問題 把它拆解開來 其實自然而然 就會有解決的方法 可以試一下剛剛的那個 綜合練習的函數解法 有兩種 方法1 方法2 那後面我們會 再講那個 有關 那個 VBA的部分 VBA看起來 今天的時間 應該是 沒有時間的 OK 所以 也許 VBA的話 我們 下個禮拜再來開始 好了 函數部分先開始 那 其他的話 上課有一本 468招 Excel的VBA 那個 函數468招 那個 書籍的話 以前是可能 統一購買 不過我想 也沒什麼 比較優惠 有些同學 網路上買 當然 應該可以買到更優惠的話 那就 要不然你們可以自行決定 如果 當然有需要 就自己再 去團購 或怎麼樣的方式 好了 OK 那這本書的話 我會把它當成是 將來一些 延伸性範例 有一些基礎 簡單範例 延伸出去的範例 我會 挑那裡面的範例 來做解說 那個範例有些不錯 但是它沒有VBA 不過VBA 我會幫各位 再做補充 怎麼 利用 制定函數 或者是說 一個一鍵完成 做按鈕的 這個部分 會再做一些補充的 範例